可是呢,這些減肥方法真的適合嗎? 今天我們挑了三名在韓國很知名的女明星 來提供這個瘦身菜單 我們就來看看 她們分享這些新減肥方法 到底是不是的知情 開心享受,享受人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音樂的Ricky 我發現很多女明星都蠻樂意 分享自己的減肥方式了 大家對此都特別的感興趣 相信大家很有同感吧 男孩真的有非常多那種身材鮮細 還有零碎肉的一個女明星 幾位非常有名的藝人 都會是大家理想中的一個身材 目標的一個典範 甚至成為這些人在減肥路上最大的一個動力 但其實我覺得有一些女團反而有點太瘦了 但也確實可以看得出來 她們在體態管理上真的非常的嚴格 而這些明星們也都不吝嗇 她們在減肥上分享她們的一個減肥秘籍 可是這些減肥方法真的適合嗎 今天我們挑了三名在韓國很知名的女明星 來提供這個瘦身菜單 我們就來看看 她們分享這些新母減肥方法 到底是不是得執行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樣調整跟建議呢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聽說過她了 好像常常因為在鏡頭前會忽胖忽瘦 一直被討論 批評說變胖 後來才聲明說 她是因為罹患的注意力缺失症 她必須吃藥來去控制 而這些藥物會影響她的情緒 進而導致她通過暴飲暴飾來紓減壓力 所以減肥的過程比一般來說更辛苦 她後來進行的生菜減肥法的做法是 一餐吃5個小飯糰是很小的那種 跟100克的生菜 還有100克的紅菜頭 配上少許的沙拉醬 甚至三餐菜單也都是一樣的內容 另一個減肥法是她在夏天會使用的西瓜減肥法 我那時候看到覺得很新奇喔 還有吃西瓜可以瘦的方法 後來查一下 沒有 她是以西瓜來替代澱粉的主食 或者是用喝西瓜汁來幫助排尿 所以一個月就瘦下5公斤的 那為什麼這種方法會瘦呢 原因在說因為西瓜水分非常日多 所以吃起來感覺很有飽足感 而也因為飲食很單一 所以吃起來比較包連無聊 吃了當然就不會想再吃下去了 而有以上兩種 譬如說這個吃法 我認為這種減肥方式 有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長期的吃低的量 而且單一的食物 這樣的方式真的不太適合 也很容易忽略呢 攝取其他應該要攝取的營養素 像是生菜減肥跟西瓜減肥 兩種呢很明顯都缺乏蛋白質 跟其他所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但不管你有沒有在減肥 攝取蛋白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講的 減肥呢還是要均衡飲食 學會呢挑選好的一個食材來源 平衡你的營養素 在這些前提之下 達到我們所謂的熱量赤字 這才是對的方向 依照它的減肥方法呢 假如你三餐都只吃菜 很明顯嘛 你根本營養不足 西瓜呢100克熱量只有33大喊 糖呢也有個7.5公克 而只吃西瓜呢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它裡面呢都只有水分跟糖 吃下去身體之後呢 會快速讓我們血糖飆升 導致讓我們血糖不穩定 而這個狀況是我們最難避免 它就會讓你想要再去吃一些高血糖的食物 所以你就會一直不斷的循環 你第一個你會吃下很多的西瓜 甚至是你的下一餐會變得很痛苦難耐 這就是因為你只吃西瓜所造成的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纖維去平衡你的血糖 唯一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水分含量很高 所以你會覺得非常有飽足感 但是這個有飽足感是空虛的飽足感 你嘴巴還是非常非常想吃食物 但是因為胃很撐 你是被硬撐撐大的 我建議呢如果要針對碳水這塊來調整飲食的話 你可以選擇原型食物為主 例如今天選擇吃地瓜 明天改吃馬鈴薯 後天來吃糙米 只要選擇對的食物 用對的方式去烹調 可以選擇很多元 有更多的選項 這樣何償不可 我建議大家呢每餐當中都要選擇到 碳水、蛋白質、蔬菜跟油脂 均衡的這樣攝取 才可以瘦得健康 並且走得長久 這個瘦身方式顧名思義就是 只用湯匙來去進行減肥 怎麼執行呢 通過用湯匙來控制你吃的份量 而且規定要一餐整吃八到十口 每一口可以吃不同的菜 這個方法就是利用份量 來去控制這個概念 讓自己不要暴眼暴死 也不會攝取過多的一個熱量 而這個分數的控制方法、減肥法 其實是不錯的一個想法 就像是我之前影片中有介紹過的 想要不爆量 方法之一就先抓好自己要吃的份量 吃完再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飽足感 再拿呢可以用小一點點的容器 像是小碗啊小盤啊去乘裝你的飲食 可以更好的控制呢你要吃的量 但是呢如果他們使用的是湯匙啊 我第一個反應是 那你用湯匙只吃十口會不會太少 但是我後來又想想 該不會他做湯匙 是一般我們吃飯用的呢 還是我們撈湯的那種很大 那個有深度的湯匙 所以這減肥法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來自於 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這十口湯匙的量到底有多少 像是大家都知道 韓國都是那種扁湯匙 有沒有 你用那種扁湯匙只吃十口 這樣量不會又太少嗎 我相信有些人呢會覺得說 計算的量非常的麻煩 所以喜歡用這種 分量控制的方法呢 來控制他的飲食 而如果想用分量控制的話 我建議用 211餐盤的概念 用一個圓形的餐盤 有沒有 每餐呢都 鬥魚蛋肉類要佔的一半 蔬菜呢 四分之一 澱粉呢 四分之一 這樣呢蛋白質為主 降低碳水化露的飲食方式 非常的適合做減糖飲食 這樣不僅呢可以抓取 準確的一個份數 同時呢又可以兼顧你該有的營養 而這樣的做法呢 會比用食湯子這個概念 來個清晰 才不會有過度或過度少的問題 聽到這裡你不是說 天啊 減肥怎麼這麼麻煩 啊這樣不行 那樣也不行 要減肥還要擔心自己做的道理 正不正確 我完全了解 你們應該知道呢 我也不是一次呢就減肥成功的 我也是一直不斷的經歷減肥的失敗 在這些處子當中 我都希望可以有專業的人呢 去帶領我 告訴我呢 哪些對於你還是錯誤 我非常的了解呢 你們的感受 所以我決定呢 不要讓你們呢 跟當年的我一樣的迷惘 所以我準備送你們一堂 2023年全新的免費課程 你不僅呢可以學到 終身不腹胖的策略 還可以運用呢 我所創造的一個3C減肥法 輕鬆結合你的生活減肥成功 你不用放棄美食 甚至有機會可以在不運動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輕鬆的從XL變成M的尺寸 這堂課的最後呢 我會提供你跟我們營養團隊 一對一諮詢的機會 我們會利用最新的3C減肥策略 加上營養師個人照顧的方式 制定出專屬於你個人的減肥方法 你再也不用因為不懂得怎麼吃 而感到迷惘 我們會給你最好的營養照顧 幫助你永遠的減肥成功 趕快去報名嗎 叫做我們5000元的免費課程 點擊下方連結報名 最後介紹這一位呢 比較特別一點點 它是我們覺得很好的一個案例來跟大家分享 這位Elly呢 是被譽為呢 韓國的鐵肺割後 但他出道之後呢 就因為肉肉這個身材了 常常因為忽胖忽瘦的問題 受到網民的攻擊 所以他開始呢 進行地獄的減重食物 他每天呢只吃兩餐 每餐攝取100公克的蛋白質 蔬菜兩湯匙跟一份的水果 熱量控制在500大卡 後來呢 一個月呢就瘦下了4公斤的 是不是聽起來粉筋的 但是一看就有一點點不對勁吧 他每天呢都只吃1000大卡 如果可能是一般的民眾 可能在接受程度會比較高一點 但他不一樣 他可能是歌手 他們平常的訓練 跟他的一個練習 這是非常好體能的事情 他每天不吃個1500到1800左右 身體根本是按耐不住 所以確實到這個減重方式 在短時間之內 體重下降非常的多 但絕對呢 很容易造成溜溜球效應的問題 嚴重的影響他身體的健康 連唱歌的力氣都沒了 所以他後來呢又改為執行的 多元的食物減肥法 也就是採取多元但不過量的飲食方式 三餐的食譜 早餐呢 雞胸肉呢 大約是250克 蘋果一個 牛奶一杯 小黃瓜一條 午餐呢 地瓜一條 雞蛋一個 沙拉一碗 優格一杯 晚餐呢 雞胸肉或者是牛肉 搭配蔬菜跟水果 後期他修改方式就非常的好 兼顧的碳水 蛋白質跟蔬果類 再來就是他選擇早餐呢 就是先大量吃蛋白質 來提高他的飽足感 降低其他呢 會有嘴唇的一些情況 這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這件事情呢 就在告訴我們 當你因為減肥影響到健康的時候呢 真的需要繼續教訓呢 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在借鑒前人的經驗 不要自己又遇到這樣的情形 最後一次想跟各位說的是 每個條件都不太一樣 你跟這些女性也都不同 所以不要看到這個女性這樣的方式 就跟著去照做 像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正確的觀念 卻要按照Elly這個一千大卡 這個減重食譜呢 去減重的話呢 你的後果呢 可能容易造成你的溜溜球效應 或者造成你的熱量失憶 還有身體可能會造成亮紅燈的情形 你需要呢 是瞭解自己的狀況之後 算出自己每日的熱量 該涉取多少 才能夠創造出你的熱量資質 而不是覺得說 這個方法可以瘦10公斤 你就很心動 跟著照做 所以我建議呢 不要全部都照單全收 別人吃多少你就跟著吃多少 這樣的方式 不一定適合你嘛 你要算好自己的TD1 再去做飲食上的調整 它後期的多元食物的這個減肥法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方式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在三餐當中 再加加入一點點的碳水 早餐呢可以選擇地瓜 晚餐呢可以再吃點糙米飯 搭配牛肉蔬菜 這樣吃起來呢更豐富 而且更對的食物 今天介紹了三個韓國女性的這個減肥法呢 我將它們各自整理成三種不同的概念 第一種呢 普通比較偏向是食物控制的方法 以只吃某某食物來達到低熱量來達到減肥的效果 第二種呢 論文呢則是偏向分量控制的方式 每餐呢只吃10口的這種視覺的概念 間接地達到減少吃進去的一個分量 第三個 愛理原本呢就是像熱量控制的方法 它每天呢每餐呢只吃500大卡 微線一天只吃兩餐這種低熱量限制的方式呢 但後來呢就改成多元的食物 嘗試呢吃夠呢三大營養素這就是不錯的方法了 其實這幾種做法的概念大方向都是對的 但如果觀念錯誤就很容易變成錯誤的減肥方法 也就是說呢你不了解呢 減肥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叫做熱量赤字 你也不懂得分配正確食物的一個類別跟營養素 甚至也不知道說這些食物的分量該怎麼去抓呢 你都有可能朝錯誤的方向來去執行 而它們分享的減肥法呢也不完全是錯誤的 但一定不是長期可以執行的一個選項 過低的一個熱量或捨棄某種營養素 除了身體健康疑慮之外 更多的可能是腹胖流流球效應的這些結果 所以依照我希望的可以傳遞給你們的是 正確的觀念和知識 你們更可以呢在各個不同的方向呢 去找到適合你正確的減肥方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對的觀念中呢 從生活中去靈活去運用 我是影響師Ricky 留言告訴我 你有試過以上這些韓國藝人的減肥方法嗎 或者你有聽過更奇葩的方式 都歡迎分享給我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